眼看无数的蜥蜴坠入悬崖 躲在下面的两人都不敢说话 生怕发出什么动静 让这些蜥蜴发现端倪 就在他们觉得安全了的时候 一抬头却撞见了蜥蜴王 两人见此赶紧逃命 好不容易甩掉了蜥蜴王 却又惊动了更多的蜥蜴 几十年没吃过肉的他们 瞬间就朝几人扑了过来 好在女人身手敏捷 躲过了这突如其来的攻击 可几人毕竟寡不敌众 因此只能继续逃跑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一座独木桥上 眼看一群人就要抵达悬崖对面 巨型蜥蜴也灵活地爬了过来 为了彻底摆脱这群蜥蜴 队长直接抽出身上的大刀 对着木桥就劈了下去 在他拼尽全力的努力下 终于在蜥蜴们冲过来的前一秒 成功砍断了脚下的独木桥 而队长也灵活地躲过了蜥蜴的攻击 精准地抓住了悬崖边的石头 然而一群人刚刚松了一口气 一个更恐怖的东西就窜了出来 好